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月前 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与舰队一起训国的同僚中 既有严富的学生 也有与他一起留学的同窗 师宜长计却无法质疑 看来必须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观念 重塑国魂 否则中国将陷入亡国灭种 万劫不复的境地 斟酌再三 严富给自己的著作起名为《天眼论》 赫许黎他在讲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时候 他是讲到两个方面 生物界和人类社会 它是不同的 是吧 那么这个严富他在翻译这个的时候呢 他把它翻译成天眼论 这个天眼论呢 他可以概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 这里头隐藏了一个像他在整个天眼论的这个 这个编译过程里头的一个逻辑 假如我们不变 天眼已经不容了 天要我们演 你还演不演 纠结的是 当严富拔 经济 法治 科学 民主 这些现代观念介绍给中国人时 却特意选用了先秦古文作为一本的文体 在他看来 如此严肃的思想 只有先秦古文才能显示出他们的高贵典养 但严富没有料到 当人们把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 作为衡量人类文明的标尺时 会对让他引以为傲的汉语汉字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汹涌的尼罗河 肥沃的黑土地 尼罗河之水浇灌着黑土地 黑土地是母亲 尼罗河是他的乳汁 三千多年前 古埃及人将这篇文章与法老一同下葬 祈祷逝者重生 然而千年的等待换来的不是重生 而是这种文字连同整个文化的灭亡 遭受同样命运的 还有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 古巴比伦的歇形文字 以及玛雅文字等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象形文字 它们的灭亡 似乎印证着落后的表意文字 必然会被先进的表音文字 所取代的文字进化石 那么下一个毁灭的 是否会是汉字呢 中国这个汉字几天就传下来 而且发展的是很发展到高度的文化 所以开头一直到清朝末年 起初是没有人怀疑这个汉字问题的 可是后来不行了 我们西洋人来侵了我们打仗 一次一次打仗 比如亚非战争开头 我们老是打败仗 后来更不行了 跟日本打仗 打败了 这个是中国尊重太大了 大家都觉得呢 好像中国文化的击毙 中国这个社会的很多毛病 之所以如此呢 是因为旧文化 而旧文化之所以能够这么顽固 这样子这个毒孽 之所以这样之深 是因为汉字 所以要想这个扫除旧文化 要想这个使中国有一个 改天人们的精神面貌 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应该从废掉汉字入手 1917年元旦 一篇名为文学改良厨艺的文章 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 在文中 哥伦比亚大学学生胡适 旗帜鲜明地提出 今日之中国 当造今日之文学 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 就此拉开了帷幕 你看 十一余的环境 自然选择 十九生存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 严富翻译的天眼论 在中国的文化根脉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1918年 文字学家钱玄彤指出 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 必须费孔学 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而费记载孔门学说 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尤为根本解决之 根本解决 汉字不灭 中国必亡的呐喊 概括了一个时代的绝望 现在一提到汉字 就联想到南学 这是90%以上 都是中国人提出来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 中国当然是由于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的一个意识形态背景造成的 可能是因为 也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自卑情节 自卑感 就对汉字 汉字与中国一起在苦难中挣扎 不论我们的前人 是在怎样的境遇中 自我否定与西天取经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绵延数千载 历经沧桑而生机不断 正是得益于阳气 得益于对不同文明的借鉴与包容 西去东来 汉语和汉字的浴火重生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